《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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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時候 我們生命裏邊 有時候經常會有一些現象 就是突然會覺得 每一個東西 特別吸引自己 或者你這種就是說 我喜歡珠海 突然覺得想來珠海 而且附足了行動 也沒有什麼 我覺得也蠻簡單的 有時候不要想得那麼複雜 因為人的生命就蠻簡單的 可能這兒總是有特地的職場 或者跟你相應的人 比如說這兒有很多人跟你有緣 它也會就是那種效應 也會導致一種場景都會吸引你 然後當然你不來 也不見得會發生什麼 也不見得會守勢什麼 但你來 既然你選擇來了 那你來珠海你就 你先安居嘛 你要來準備定居的話 那你先要生存嘛 現在這桌點是生存 其他的業員都見守了 只要安居時間久了 其他的業員才慢慢守 先不要說 我到底是用什麼使命來的 是難道我來珠海 要去做蔬食嗎 或者是要什麼 先不要把自己的思維 固定在一個很狹隘的一個 一件事上 可能是聊很多元 可能是很多事 但是這些元要守 是需要時間的 不是你來了就守了 是那樣的 它只是一種感應 那這個世界感應很多的 我以前也有這種 經常覺得這感應 那感應呢 然後以為發生過什麼生命的事 後來發現沒有 所以有時候 感應比較多不是一個 或者是那種生命的事 也不是 我覺得是 有時候感應 有時候強烈的那種感應 可能會有一些 你如果有條件區域 也不代表 也不覺得有什麼 也沒什麼 有緣助生 比如說就像那位孩子 他在國外 那他媽媽在廣州 或者是老師在住海 或者什麼 他就會 不管他在美國 或者在哪裡 他就會 比如說感應到媽媽的 他就 他發現他就會飛回來 什麼 其實這其實也是一種西語 就是一種磁草的感應 就是 他是一種草 就是 其實很簡單 沒什麼就是 如果是發生在正式的 我們就覺得這很簡單 因為他媽在廣州嘛 他跟你回來要看父母 就很簡單 但如果這件事發生在 上一世 大家就覺得蠻神秘了 上一世的東西 誘惑你來到了 來到了某一個地方 很多人相遇了 那就覺得很神秘 因為你不知道 真的也沒有 如果你強烈的感應 想來的話 我覺得 你有條件去做的話 也沒什麼 做的也還可以 一些安東下來 一些去生活 一些去慢慢的 預約是慢慢守的 需要點點時間 不要急 嗯 嗯 才來一個月 你先熟一下 熟悉一下環境嘛 是吧 嗯 他熟的他不是一個 因為我們有時候 總是從事業考慮啊 從情感考慮 從很多方面考慮 其實不是那麼 這樣 哦 我們人力不過就是 尋找一個安心之地 尤其當我中年跟晚年 就是找一個安心的地方 嗯 不是安居的地方 是安心的地方 安心 你要安心 每個人很難的 人家 他因為追求 有的 有錢了 他有精神層面 靈性層面 各個層面都要滿足 他才安心 他不是單純的一點點 說你一個月熟了 你就安心了 你還會有 尤其在家裡 還有各種壓力 孩子的撫養啊 很多事情呢 嗯 先安居下來 然後呢 等待也遠 嗯 這珠海未來的發展 也還可以 我覺得 有些要聞聽 我建議你就 如果是你從 易多門這邊 你看易多門的 聊天室的內容 還有看易多門推介的經典 要瀏覽一下 比如說佛教室啊 你要初學的話 佛教室你要一定要看 佛陀在的時候 是沒有佛教室的 因為佛教室是後期啊 兩期六百年漫 但是你不看佛教室 你對佛教的流派啊 這些東西 你看一次 你基本上都大概摸一下 瀏覽一下 一通網站上 佛教室拍成這個錄像了 兩三個小時都瀏覽完了 就到看電影 就是你不用記那些東西 看一下 了解一下 然後你要看金鋼筋啊 華街這些經典 瀏覽啊 華街這些 如果你有的話 你 反正你來了豬海 你這一段時間 暫時清閒嗎 不忙嗎 你就全看完了嗎 搞孩子啊 孩子睡著了 還有的是時間嘛 是吧 那很多是 正好這一段人 你也沒太多的接觸人吧 沒得打擾你嘛 就是孩子吧 是吧 可以說幼兒園嘛 或者是什麼啊 那你把那些經典 全瀏覽一遍 我先看一下再說 最起碼理論是要知道嘛 你說要稱佛 到底這個稱佛之後 怎麼說佛到底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稱個佛 把佛到底是什麼樣 那總不能說 只知道個佛像呢 所以一說佛 只知道佛像 這個也不是啊 那你還談到修行 那你首先要知道 如來是什麼 然後修行是成佛之樂嘛 那成佛你你準備成為一個什麼樣子 才能是修行 才能是成佛嘛 你這點了解嘛 我叫你先看 要多大量的佛來 就把一段網站上發的東西 都瀏覽一遍就夠了 看完了再聊 你覺得不用記 記不住看不住往過走 就中馬關話 不用研究 不用停下來說 哎呀看不住仔細 沒所謂 哈啊往過走 因為這句話看不住 你再過 往過走走到 再過半個小時 他有一句話你就看到 因為他說話角度 因為不是你能 無法切入你的角度 他能從那個角度說的 你看不住 從這個角度說 你就聽懂 好可怕 好可怕 嗯 哦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